你們八位當中 有一個奇特的遭遇說 有一個人在抓養背上 結果客人幫妳抓背的是誰 怎麼會有這種事 妳在站櫃的時候嗎 對 是什麼 免稅店嗎 對 機場的免稅店 對 機場免稅店 哪一類的商品 服飾 然後妳說妳在抓 是我同事 就是我剛好在旁邊 然後就是他服務一組那個日本客人 然後他就是跟他接待的時候 然後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覺得背很癢 然後他就是自然反應 就往後面抓了一下 然後抓了一下之後手放回 然後就發現 怎麼還有人在幫他抓養 然後他就往後面看 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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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看見人嗎 有啊 就是一個 就是跟他接待的日本客人 就是跟人家說上大號 這個要擦屁股的時候 突然有人在幫他擦的時候 有情節是一樣的 對 然後那個日本客人 還問他說 就是把他抓的時候 還問他說你還好嗎 這是調情吧 對啊 這個已經有點侵犯了 對啊 就碰到人家身體耶 對啊 那摸人家身體 妳朋友OK嗎 就是笑笑的 就是也慢慢往後退這樣 有嚇到 對 真正站一整天不可以做的是 哪些可以舉手嗎 小一整天都要站 妳是什麼類的商品 我是化妝品 化妝品 對 化妝品是只有化妝品 要站一整天嗎 對 因為坐著的話 比較不禮貌 像昆玲這樣走過來 妳認得出來是昆玲嗎 認得出來 因為昆玲說她曾經有被對待過 是以為她買不起東西的 應該是跟周杰倫交往以前吧 沒有 是...我覺得應該是我 就是裝扮很奇特 就黑框眼鏡 然後戴個那個口罩加個帽子這樣 所以她們對妳的態度是哪一種 就是會覺得 所以妳要買的東西 她說要把東西收回去 因為就是我想要背一個包包 然後她就說... 她就跟我講一個價錢 我說好 我說那我可以背一下 我看一下 她說好啊 然後就很想要趕快 因為我想要拿回去 她說有其他顏色嗎 她說沒有 可是就是後面打開 其實有各種顏色 所以她是覺得妳買不起的感覺 是不是 對 然後一開始我還沒有覺得 她覺得我買不起 是一直到...我在看項鍊 然後我就說這個多少錢 她說一萬七千多少的 然後我就說她七千多 我就覺得這個牌子 應該沒有七千多的東西 她說一萬七千多 一萬 然後我就覺得... 好... 好... 她可能覺得 妳怎麼那麼不識貨 我們怎麼可能賣 妳有沒有很想把口罩拿下來說 我老娘是中邪的女朋友 沒有 我就覺得還把我想要走了 她就走了啊 沒有 很厲害 所以... 妳後來叫妳朋友 去同一個櫃買鞋 然後妳朋友就碰到那個店員 跟她說 昆琳來買過鞋 所以... 在微風 然後妳... 因為我就去買了一雙鞋 然後很好看 我朋友就說在哪裡嗎 我說微風 然後她一去的時候 店員就說 昆琳也買這雙喔 什麼的 然後她就OK 這樣妳會擔心妳買東西 被人家拿去講嗎 其實還好的 所以貴姐是不是非常喜歡 講八卦 什麼樣的八卦 就是貴姐也是應該心機比較 比較會就是勾心鬥角 有遭遇過同一個樓層的 別的櫃的人 把你們的客人帶走的舉手 所以菲菲碰到的是 妳是什麼樣的櫃 飾品櫃 然後是隔壁櫃的女生 來搶妳的客人嗎 就同行 要怎麼搶 同樣類型 就可能這個東西就是 不只我們家在賣 就可能有兩三家都在賣 然後可能我們業績比她好 她就會寧願給別家 也不要給我們 就可能我去上廁所不在 對 然後她就是 可能就說要找什麼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那邊也有 她就把她帶去這樣 她就是不要讓妳賺到 對 所以上廁所之前通常的習慣 是會跟隔壁櫃的人說 會啊… 幫我顧一下 要說 不然樓館如果問說 她去哪裡 然後沒有人知道 就是會有可能被開單 如果是沈玉琳現在到妳的櫃上 要挑一個戒指 妳會不耐煩嗎 不會 妳不會認為說 她只是來跟妹搭訕 那妳會覺得怎麼樣 不會 應該就覺得妳真的要挑戒指吧 那妳好像被人家是笑過說 妳根本不是要來買包 對 我有一任女友 因為過生日 那我生平第一次呢 想到說要買好的包包送她 那時候稍微有一點積蓄 那男生進包包店 好像女生那個櫃姐不太會理妳 因為她不認為妳是真心要來買 不會啊 買禮物不是很正常 可是可能那時候還年紀不大吧 不會啊 居住我也有穿高腰褲 那時候流行高腰褲 你有敢穿那個年代是不是 不會有看著遠方 不是有看著遠方 可是老實講那天 那個櫃很不專業 那一進去 那兩個 兩個女的 對 一個在吃便當 然後一個好像有點在做 那個修指甲的動作 然後我進去那東看西看 那你要知道我就是不懂嘛 我那時候還把 學能有念人頻道的 我... 是當年代的我 所以我需要她的協助 那我真心要買 我是口袋裡面裝了十萬塊 是真的要買的喔 我是裝了口袋鼓鼓的 相信她應該看到我的口袋鼓一包 我是有帶錢要來買的 然後我在那邊東看西看... 然後他們也不太愛搭理我 然後忍不住說 如果要送給二十幾歲的女生 是黑得比較好呢 還是擺得比較好 然後女生... 兩個人在那邊你看我看 然後來了另外一個人 不曉得是隔壁來怎麼樣 他說那個啦 人家在忙喔 你如果要把妹到別的地方去拔 是直接這樣告訴我 店員 店員 不是這家店 是隔壁的 好像有點看不過去的樣子 覺得你在騷擾別人 對 然後我就受挫 受挫我就信信然離去嘛 我就到了那個... 因為那一排都是在賣包的啦 我就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呢 然後看看... 然後就買了 而且我還故意 我本來只有五萬塊的預算 所以我帶了十萬 但是我這邊就買了個八萬 包裝好以後 那個走... 經過那個對我歧視的那個店 我就經過那個兩個小姐 還在吃便當 她還在那邊休止 她說哈囉...妳看 我沒有婚齡可以訪問 我為什麼要聽這種故事 沒有 我的主子是什麼 就是說 你不要狗眼看人低嘛 對不對 花了你不該花的錢嗎 但是我高興啊 其實他們應該常碰到這種客人吧 他就是為了一個報復啊 為了因為你看不起我 所以我本來沒有打算花那麼多 結果我叫你全部包起來 可是別人越看不起你 你就應該更不買啊 妳買錯不是都要穿到 有一次看披薩課嗎 還是... 對 我有一次高中的時候 我也是那陣子很想要買皮外套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穿著制服 然後就... 因為那時候其實不太懂 真皮 假皮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結果那貴姐阿姨 就飄過來說 妳不要看那個啦 那妳買不起 我跟你講 這個比較便宜 妳看這個就好 真的會直接這樣子買啊 對 然後我就很氣 我就回家跑回家淚奔回去 跟媽媽說 媽媽她說我買不起 然後可是我跟媽媽說 我真的買不起 但因為我媽媽的個性是那種 她就覺得我一定要回去報仇 就是我就拿卡出來刷 說我買得起 那我就跟我媽媽說 因為我是相反 我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還要幫她做業績 我就只是哭訴 但我就跟媽媽說 妳不要回去 就是幫她做業績這樣 因為這樣就得逞啦 對啊 我就覺得妳欺負我 為什麼還要讓妳有業績 沒有 所以妳不能回同一家店 妳是要去她的對手店 她的隔壁店 對 而且妳媽媽如果衝去微風 也報復不了 因為沒有到一百萬 她們就看不在眼裡 她們遠遠就過了 對 有一個是誰的女朋友 對 可是 我就怕我講出來 觀眾也會一頭霧水 我很怕也會一頭霧水 要不要試試看 講看看 有一位叫逸祥的 逸祥 看哪位 逸祥你們知道嗎 難怪有點眼熟嘛 我認識你嘛 還在那邊裝 就是她啦 妳知道她們兩個在一起 逸祥也來上過我們節目 逸祥也來現場了 對不對 剛好看到逸祥 逸祥陪妳來節目裡嗎 他剛剛去錄別的 然後結束 然後感覺 你們兩個已經好到 他會陪妳來上節目了 我只要去錄影 然後他只要有空 他都會陪我去錄影 看點 妳覺得 我們應該記得逸祥的臉嗎 你們應該記得 因為他有來過 他有來過 而且還來過幾次 對 我有一點記得他的臉耶 我們把他臉都還是變好 對...試試看 但是現在觀眾應該到來 觀眾應該知道他 是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有固定在某些節目 我們交往多久了 還不到一年 可是好像已經見過妳的家長了 雙方就是都有見過家長 然後他是一直很想跟你結婚 是不是 對 很可貴的是逸祥跟他交往之前 逸祥還是處男喔 你怎麼會臨這種事都知道 逸祥是我的 那時候我們都幫他介紹女朋友啊 我們有昆凌可以訪問 然後我們再聊到逸祥 對 對 我會說 因為比利師人就是 對 我一直說是白白 然後逸祥破除 對 蕭文斯 其問斯密是昆凌大方回答 周周你喜歡穿哪一種內褲嗎 Hello 是國王的內褲 哪裡 國王的內褲 我不喜歡穿 對 所以他回家一脫掉外褲就沒有了 那很危險 那台路上遇到好朋友 跟他又多距離說 周董妹 你脫下來玩 你怎麼那麼幼稚 你怎麼那麼幼稚 應該會傷勢免疫症吧 應該會傷勢免疫症吧